實際上我本人從未簽約 很明顯我的簽名是被偽造了 我們三個人一起簽到華顏 但是事後他因為自己有自己的發展 他拋棄了我們跟華顏唱片 FIR試圖公堂對決破光 陳建定是非拋棄我們 讓大家擔心了 請大家放心 我會認真 且誠實地面對法院的審理 還原真相 今天來的目的主要因為我是證人 也因為他誣告我們 我方是我跟華顏是偽造文書 我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翻人樂壇簽主唱飛 與陳建定師徒因合約問題決裂 非提告對方偽造文書不起訴 反被檢察官提誤告 金先生發願即便四小時 這場官司懶人包是這樣的 204年FIR一成團 就因演唱熱門電視劇鬥魚主題曲爆紅 2018年飛無預警被退團 但被重新觸發 沒多久輾轉得知 建定老師有一張 簽有自己名字的經濟合約保證書 2020年提告陳建定 及華顏兩位高層偽造文書 試圖輕易徹底決裂 今年4月台北地監署 經過筆記鑑定後 判定合約簽名為非清簽 因此陳建定等人火不起訴 非凡造檢察官已無告罪起訴 在今天開庭非以被告人 陳建定以真人身份到場 雖經過科學鑑定 但非堅稱簽名被偽造 我對這份文件的內容完全不知悉 也從未簽過 過去無論是建定老師或阿慶 在公開場合的談話 建定老師後來委任 對我提告的律師 所寫的法律意見書 無限延伸公司 其他的工作人員 傳給我的文字訊息 都一再重述 我與華顏公司間 沒有契約的關係 很明顯 我的簽名是被偽造了 對於過去的種種 我都可以輕輕接過 但偽造簽名是嚴重的侵權行為 這一次我不得不站出來 用法律保護我自己 提告偽造文書 是為維護事實和心中的正義 是對詹文廷三個字的捍衛 我希望藉由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 但很遺憾 還是讓大家看到這麼多不美好的一面 也希望這些是非能夠盡快平息 謝謝大家 建林老師表示 我也希望他好好面對司法 因為是公訴罪 老師那今天你們兩個有對到話嗎 你怎麼會感覺他情緒不在乎 他一直都是這樣 我覺得沒有對到話 但我們就是還原事實而已 當年的事實其實很簡單 我們三個人一起簽到華顏 所以也簽了合約 但是事後他因為自己有自己的發展 他拋棄了我們跟華顏唱片 我們也都同意他了 對 那他離開以後呢 卻來反告我們誤告 所以我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好險因為 理期鑑定 科學鑑定都已經出來了 是他本人親簽的 所以也還我們的清白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希望他好面對司法